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与你同在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大丈夫或是做一个真正的一个男人 我们在讨论的 不是世界给我们的定义 我们在讨论的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 你要刚强 刚强跟做大丈夫是话上等号 所以主耶稣说 我知道我是谁 谁可以定义我呢 神可以定义我 我知道我是谁 是根据神所说的话 透过耶稣基督 祂恢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是谁 因为你清楚知道你的身份 祂就影响我们的一生 如果我们不需要用一生来证明我是谁 那我们的一生就不一样了 不需要用一生就这样 做一个竹策 不需要用一个обод生 二生就会 像